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歡迎來到張安榮的昆蟲島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然後今天呢是我們的第一集 第一集 就是第一集 所以 我稍微有點緊張 請多多指教 那我覺得我們第一集呢 最好是要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呢 我叫張安榮 使羊女江 平安的安 芙蓉的榮 然後我英文名字叫做Avalon 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中文名字怎麼取的 怎麼有點像台灣人的名字 很容易讓人誤會 其實這個故事有點特別 我中文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都會幫我們學生 舉個中文名字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位老師應該是看了 什麼學生清單啊之類的 然後看有一個叫做Avalon的學生 那個Avalon 這個名字在美國比較少見 所以他應該是看著覺得 很困惑 不太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就很貼心 幫我選了一個比較 中心的名字 後來很多人會跟我說 Avalon 安榮你這個名字 好特別喔 然後時間長了 我開始有點懷疑 特別到底是好的意思還是不好的意思 後來朋友就跟我說 可能選一個比較 女性的名字會好一點 所以他就推薦我換到 芙蓉的榮 然後 關於那個姓呢 他也還蠻特別的 就是那個 上面是羊 然後下面是女 羊女這樣 然後是我自己選的喔 因為我覺得 至少下面是女是旁 那就確定說我是女生 然後下面呢 那個羊是旁 我是羊 而且我是洋人 然後呢 我是美 我是美國人 在美國的西部長大的 就是有牛仔血統 我爸那邊是德國來的 然後我媽那邊是愛爾蘭來的 可是我父母兩個人都在美國出生長大的 我也在美國出生長大的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普普通通的美國女孩 對 我高中畢業後呢 很幸運 考上了美國的哈佛大學 在哈佛念了四年的 淨花生物跟中文 我大三的時候 終於有機會來到台灣學習 我那個時候在正大 念了半年的中文 然後我大學畢業後也是 很幸運拿到哈佛的一個 叫做畢業後薑水晶 然後那個薑水晶很特別就是 支持學生 花一年的時間 做他們上座的一些項目 然後我就選擇去台灣的高雄 學台語 並且進行 對外台語教學的研究 我也有寫一些東西 然後包括一份課本 就是專門給外國人寫的台語課本 可是這個還在努力當中 因為我發現其實台語 比我想像的要難很多 比中文也要難很多 對 所以我今年是台大的首一學生 碩士生 我是在台大的昆蟲學系 所以呢 我開這個blog 一部分也是希望可以把台灣的自然美麗 尤其是昆蟲這方面的東西 分享給你們看 也是希望可以把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點點滴滴 都分享給你們 因為我知道很多台灣人會很好奇 外國人在台灣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問我 我很開放 對 你就是需要在下面留言 或者自己找我那個email也可以 我希望可以聽到你們的反饋 或者如果有什麼浩劫 什麼都可以 我都想聽 這次就 好 這次 這次 這次就到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